是我不能知晓的 徐令仪拽住她 往怀里一带 凑近她耳边低声询问 冷不丁倒进她温暖的怀里 十一娘还没反应过来 就觉得夹鞭热气浮过 整个人都软绵绵的 只能耗过去 许氏太过舒适 她朝她怀里缩进去 双手搂着她脖颈 侯爷白日也已经很辛苦了 我不介意再辛苦一些 徐令仪亲了亲她唇角 最后按耐不住地压上去 唇半相抵 便觉十一娘呢喃着 朱唇就起开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她思绪差点说不住 盲伸手按在她肩上 是哟 一试 喘了口气 徐令仪尖难抬头 满是情色的眼底 魂中透着清明 说不出的蛊惑人心 她不开口等着她继续 带十一娘将事情始末说清 她喊手 哑着嗓子道 我会拆人去调查清楚 这些时候 你也注意安全 若非必要 便不要出府了 说完也不等她回应 就低头擒住她 热火依旧如火如荼 月牙挂在树梢 将整个院落蒙上层梦幻的色彩 清晨 照旧替徐令仪穿戴好官袍 等她上早朝后 十一娘才开始梳洗 先是嘱咐东清去仙怜阁 跟简师傅说一声 今日无法出府 又翻出了早前自己才制的 窄袖浅子衣裙 完好发际 对镜看了看 琥珀指道 这身清爽俐落 既端装典雅 又不会太过滑贵 最适宜学规矩 夫人这是想得周到 常过公家的太夫人 据说当年也是庶女出身 可见职守 最不喜欢花红艳绿 就是这些小事情做得足了 才是最好 十一娘笑笑 从庄帘里取出簪子 琥珀接过去 替她插好 一应做好后 两人才去了徐太夫人处 请安问好 又等了约有半个时辰 常过公家的孙妈妈 如约而至 早些年在罗家 她练就了一副 只看面相 编织这人精明与否 孙妈妈眼神灵敏 只滴溜溜扫了 十一娘一眼 就笑盈盈道 徐夫人真是好有福气 侯爷夫人 这相貌都是出挑的 当年的事 老奴也有耳闻 对四夫人 也是深感钦佩得很 徐太夫人 刻刻气气道 那些陈年旧事 就算是过眼云烟了 十一娘也接着道 要说福气 还是十一娘 说福气庇护 才能有眼下的安稳日子 这还要仰仗母亲 寒暄一阵 请了孙妈妈去内堂坐了会儿 便开始了这日的教学 十一娘学得快 记得牢 又细心地背了纸笔 孙妈妈没说到重要之处 她便纸笔记下 徐太夫人在边上看着 不仅纸点头 侯府花园里 文艺娘摸缩着手里的小册子 上头精细地记着各式各样的衣衫款式 一娘 夫人也是奇怪 他们仙灵阁也不怕旁人偷诗 秋红盯着册子 疑惑问道 文艺娘笑着 手艺这东西 可不是人人都能偷诗成功的 还得靠天分 她抬指顶了顶头册 落实一娘很有天赋 否则就仙灵阁靠着简师傅 也只能在京城有点名头 哪里能传到苏杭那边 奴婢看夫人是明白着呢 就是等着咱们点破 秋红苦恼地道 文家那边又催人来回话了 文艺娘您这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文艺娘将侧子甩在秋红怀里 急道 我也着急 可急有什么用 我总不能厚着脸皮 让夫人可怜可怜我 牵线同京城秀坊见面吧 她来回绕布 又被暖风吹得新火烧起来 吻了吻心神 再想想法子 可遇是想 脑中就遇事乱成麻绳 她叹口气 又直起了侧子看 今日是侯府子寺私熟休假的日子 一大早 徐四渝就在房内用工 到了日上三竿才出了房门 徐家的长子虽是个数字 却是心思灵巧 小小年纪就懂得许多 远远看到母亲哀声叹气 便上前恭敬地行了个礼 母亲 文艺娘抬手 笑道 玉哥累不累 徐四渝扬起灿烂的笑脸 伸手摸着母亲的脸 不累 母亲才辛苦了 还要照顾玉哥 文艳 文艺娘眼底红了红 瞬间迎了泪水 深吸口气 她揽着孩子单薄的尖头 踢他捋着额角的小醉发 我们玉哥啊 好得很 所以母亲就算再累也值得 秋红 你去把刚做出来的千层酥糕取来 秋红硬下 去了屋内 把财层小厨房做的糕点端来 是正宗的江南糕饼 白花花的面屑附在上头 扑了些花生碎 看着甚是馋人 专哥最近有来找玉哥玩吗 粘着一块地到徐四渝口边 文艺娘轻轻问他 小孩子满心都是吃的 咬了口 含糊不清道 来了 不过都是不到半课 就被李妈妈带走了 那玉哥 下回他再来 咱们院子里有什么好吃的 你就拿给他 好不好 文艺娘又说 徐四渝疑惑看着他 母亲不是说 不能随便给专哥吃的吗 万一吃坏了肚子 父亲该不高兴了 傻孩子 你们是亲兄弟 以后少不了走动的 这么见外做什么 再说了 咱们院里的东西 也都是专哥爱吃的 文艺娘笑道 徐四渝点点头 继续啃着手里的糕点 另一边 十一娘腰肢挺直 坐姿端正 静静听着孙妈妈言语 四夫人天资聪颖 老奴真是没什么可教的了 孙妈妈哪里的话 若非是您细心教导 这些礼仪规矩 这些礼仪规矩 十一娘哪里知晓 她说着 嘱咐身边的湖泊 却倒水 这是安息铁观音 也不知孙妈妈 喝不喝的习惯 茶色带绿 茶叶飘在杯口 韵味悠长 孙妈妈接过茶杯 整个人笑得 合不拢嘴 赞倒 四夫人不知晓 老奴就是福建人 平日就好这口铁观音 幸好太夫人 总赏些给老奴 算是解馋 今儿能在侯府喝到 算是老奴的福气 常国公家的都是人精 可十一娘的做法 不骗不已 到了她心里 当即看着十一娘的神色 又是笑容可具 喝过茶 又过了半个时辰 也到了晌午 侯府厨子便开始忙活 孙妈妈虽是下人 但位分在那摆着 好赖要留人在府里用饭 但她无论如何都不愿 最后实在没法 徐太夫人便命人 将早前去了 寺中求得的法华经 装在锦盒里 让孙妈妈 务必带给常太夫人 十一娘知晓 这本法华经 不同于寻常勘印的 而是徐太夫人 亲自去与寺中 方丈问禅 然后得来的 业意非凡 这样一份重礼 对于礼佛的人来说 得之无比珍贵 春烈一事 想必并非表面的那么简单 她全且做好万全的准备 那边的孙妈妈推脱不开 这可如何是好 太夫人 您可别为难劳奴了 再次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再次做好万全的化